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觀眾全港的殺警案至今已差不多有一個星期 而本地的報章雜誌亦都每日層出不窮地去報道事件的內情 務求找出疑兇犯案的動機和內幕 但是報章裏面刊登的消息和內容 究竟有多少是事實 又有多少是未經證實的指控呢 這宗公共全城的殺警案發生在3月17日的凌晨 事件導致兩死一傷 而疑犯是一名當差十幾年的警員 疑犯所持的手槍竟然是多年前 同樣被槍殺警員梁成恩的失槍 因此警方懷疑這個疑兇就是槍殺梁成恩 和童年打劫銀行槍殺一位巴直護衛的同一個人 在案發的第二天早上 香港大部份報章都要頭條大篇幅地去報道這次槍殺事件 在警方仍未有官方消息 向正式公布這件案件的詳情和調查進展的時候 很多報章已經言之作作地用審判的口吻 用不同的形容詞和標題 例如魔鬼警察 升職無望 銅珠黎木樹熟識巡邏路線 撤局殺梁成恩 轟動全城 這些報章的標題都是以善情的字眼和網下判斷的手法 報道這次的案件 甚至案發後第六天 有一份暢銷報章仍然以片面的採訪方式 即訪問了一位曾經與怡空共事 一個薄餅店的東主 就以該名從未受過任何專業 心理輔導訓練的薄餅店東主 只是憑他一己的意見和感覺 就將徐步高這個怡空判斷為患有精神分裂 並且將有關的訪問作為頭條地刊登 這樣的做法 簡直就是侮辱了新聞從業員的專業 也都貶低了自己的公信力 正所謂孤正不足信 單憑一位和怡空認識不深的人 所表達的感覺 就用大字標題作為頭條 這樣就好比找一些維園亞白 去講一些個人意見 作為頭條一樣毫無說服力 此外亦有報章報道 怡空在警署的儲物櫃裏面 有九十萬的裝款 但事後警方表示 並未在怡空的儲物櫃裏面 找到任何的裝款 究竟新聞的真確性和可讀性 和讀者的關係是甚麼呢 如果傳媒慣於以編劇的手法 和馬虎的態度報道新聞 以至大量的資料和消息滿天飛 又有甚麼問題呢 其實傳媒的失實報道 除了對事件 當事人構成極大影響之外 對讀者來說也一種傷失 香港人是時間與金錢 失實的報道不單止浪費讀者 購買報紙的金錢 亦浪費讀者的心力和時間 去閱讀有關內容 這種情況出現實在令人氣憤 再者 有一份暢銷的報章 竟然捨棄了記者的專業 和嚴謹的精神 在案發之後那天和幾天 用堪如學家和原學家的言論 放在頭條和一些要文的版位 例如原學家說 鬼槍編號藏空笑 又說 微權生得高亦正亦邪 這樣做法甚為無聊 編輯是否為了增加新聞的可讀性 就可以任意將一些嚴肅的新聞 或者社會議題娛樂化呢 傳媒是社會重要的資產 亦都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 記者的採訪權是大眾所賦予的 因此我們希望香港的新聞工作者 在報導新聞的時候 必須以平衡公正的手法 向市民展現事實 而不是道聽途說那樣 引用一些未經查證的資料 以及用連續劇的手法 去拼湊新聞事件誤導公眾 有人說 有什麼類型的讀者 就會有什麼類型的傳媒 不知各位對這個講法有什麼意見 現時 香港每天出版的報紙數目 包括一些免費派發的報章 多達17份 每張報紙都有其佈格和特色 在此 我希望各位在看報紙的時候 都多一點思考和分析 選擇一份真正值得支持的報紙